今年第一個颱風雅吉成形了 雖然氣氧局預估不會直撲台灣 但是嘉義縣東池港的柯農 被去年的颱風嚇壞了 擔心雅吉萬一來個回馬槍 他們的心血又要泡湯 所以紛紛加緊搶收牡蠣 雖然今夏第一個颱風雅吉 目前暫時不會撲向台灣 不過嘉義縣東池鄉的柯農 9號上午還是趕緊搶收牡蠣 各漁港都可以看見滿載牡蠣的柯伐 柯農各個繃緊神經 紛紛表示颱風的路徑多變 就怕臨時來個大轉彎指鋪台湾 大家是買冠宿鵝鵝鵝 叫鳳太有關的嗎 有喔有喔 鳳太來的櫃都沒了 嗯 鳳太的作品怎麼會上海啊 鳳太喔 鳳太來他就已經去到三點棋裡了 三點棋裡如果來的差不多兩三點鐘 如果沒風 如果沒力 我去耳邊的櫃都蒼了都沒力 柯農也指出 每年這時候牡蠣的批發價 每台金只要一百元 但是養殖器具受到去年颱風的損毀 牡蠣數量大減 今年批發價漲到每台金一百三十元 萬一颱風撲向台灣 價格更是可能漲破一百五十元 聯合報黃黃泉嘉義報導